哦,天呐,这太难了吧 游戏还是功课呢 啊,哇 去做功课,Brain 不,老兄,去玩游戏 要做正确的选择 你真无聊 看招 你对他做了什么 看来可以玩游戏了,老兄 Brain 你确定这是我的吗 怎么会是F 我就知道应该好好复习的 哇,这是我这周的第三个A类耶 看到没 看看我 真是太完美了 不知道我需不需要补点口红呢 哇,我怎么看起来像是你知道 不要笑了啦 等等,那是什么 又是我的小恶魔朋友啊 真是太好笑了 那么,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 只有凡人的课程而已 看到这个了吗 也许我们可以做些调整 让我看看 看起来你拿的是A加哦 哇 等等 你觉得我可以处理好这些吗 C A还差不多 像魔法一样,是不是 看这个 现在谁才是聪明的那个呀 有人愿意试一试这题吗 我看看 哦,选我,拜托 看来就选你吧 呼 来吧 年轻人 我简直就是当代爱因斯坦 现在46的岛数 你还在写吗 你还在写吗 啊,这不对 那也不对 好啦,答案是9 诶,小姐 你们不觉得这个很令人兴奋吗 全班都睡着了 也太逊了吧 数学好简单哦 怎么样啊 老师肯定会抓狂的 不能让他知道是我干的 这个该怎么办呢 嘿 这是在搞笑吗 这个肮脏的小流氓在哪里 你,拿粉笔的那个 蛤,我 我受够你的恶作剧了 我早该料到的 嗯,是时候学一下数学了 好的,我要选谁来解这些方程式呢 做好了,我要躲起来 不让他选到我 你,那边的同学 哦,对,我 你确定吗 啊,应该像我一样躲得快一些 现在,你要去黑板那边 那边什么 你好 蛤,它是冻住了吗 太奇怪了 哦,老师也冻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嗯,至少我没有也被冻住 嘿,看看我制作的这个超战恶魔 看起来就像我一样 哎呀,飞走了 气球打到他冻住的脸上 太好笑了 哦,看 气球降落在我的桌子上了 你知道吗 我想,我有个点子 我有一个新气球 等等,你觉得如何 是的,这个想法真是太棒了 哦,我知道了 是的,带上我的新气球 好的,气球准备好饿了 现在我需要一支记号笔 是时候在气球上写下答案了 要确保我的笔记清晰可见 完成 现在把气球的气放掉 看看写的多小 像小宝宝写的一样 下一步是在马克笔上贴一些胶带 然后把它拨下来 现在,我可以把它贴在指甲上 就像那样 我的拇指上准备好了小抄 要我说 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甲 做得好 来吧,为所有人解冻吧 OK,没问题 我可以解出这些方程式 快速描一眼我的指甲 嗯,看起来它做得不错嘛 完成,做得好 看得出来,你有在好好学习 耶,是时候摆好所有的节日装饰了 看起来很棒哦 不能忘了圣诞树 下一个装饰 哦,是的 夫人,给 这个可以 好的,够了 退下吧 啊,装饰看起来很棒呢 自拍时间 OK,该为节日装饰一下了 这棵树 这棵树很重要 好的 看起来已经很棒了呢 OK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哦,我知道了 这是一个好主意 来这边 袜子 我需要你 把袜子挂在这里 加上蝴蝶结 完成 超完美的 魔法世界 魔法世界好酷哦 哈 David想去玩滑板吗 稍等片刻 不,那个不行 呃 叮叮叮 可要好好保护我的头呢 我的滑板去哪里了 啊哈 放得好高哦 啊 拜托 差一点拿到了 不 把我的手弄得好痛哦 啊 因为被木屑刺到了啦 而且刺得好深哦 哎呦 哦 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呢 我要怎么把它弄出来啊 嗨 嘿 看起来很糟糕呢 希望不会感染 要拉出来是吗 让我试看看 很痛耶天使 好吧 完全不行呢 OK 那我停下来吧 实在是抱歉了 哦 太痛了吧 那是什么 嘿 你好呀 伤还没好哦 我们需要一点帮助 让我拿一下这根火柴 嘿 好的 还需要一个东西 没错 这个杯子很完美 不过我还没有可以点燃火柴的东西 快想想看 燃烧起来吧 好了 把杯子盖在火柴上 等火熄灭后 迅速地把它盖在木屑上方 成功了 成功了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就是那么厉害哦 看来 我可以去玩滑板了 准备好进行第一轮对决了吗 这到底是什么饮料啊 还有这根超级吸管是做什么的 也许你应该打开你的 OK 嗯 我还是很困惑 我想试看看 是要从哪里喝呀 让我看看 你认真的吗艾莉 至少我有试过了 让我来帮你吧 看起来好多了 看到这一端了吗 把它放到你的饮料里 看着吸管开始生效 好了 我想我现在明白了 来了 我能看到 超美味的 怎么回事 啊 怎么了 Elly 刚才的饮料真的有点上头呢 用了疯狂吸管 这东西可以帮到你们哦 只需喷一两下即可 哇 谢谢你 医生 你觉得这东西真的有用吗 只有喷了才会知道了 哇 很奇怪耶 我又是我了 轮到你了 啊 感觉是我的脸呢 这东西好棒哦 好的 正如黑板上写的那样 今天要学习几何 OK 我想我已经准备好学习 所有关于角度的知识了 好的 同学们 这是一个圆圈 请把它画出来 OK 到目前都很好 哇 我真不擅长画圆圈的 最好画好一点 等等 这次我不小心画成了三角形 OK 这次我会画对的 糟糕 我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 啊 我的几何学太烂了 哦 那刺痛了我眼睛的天使光芒是什么 嗯 这边是什么呢 小猫咪 我应该要画一个圆 但是 我就是画不好呢 一个圆圈 我懂了 我知道如何帮你了 拿出你的剪刀 为什么 我需要剪刀做什么 又不是美术课 等等 我明白了 用胶带把马克笔贴在剪刀其中一边 胶带要用够 这样才能把马克笔器好好固定住 就像这样 这些胶带应该够了 看起来不错哦 我想已经准备好再试一次了 OK 这个刀片位于中间 然后用马克笔画一个圆 太棒了 我敢打赌 我是班上画的最好的 谢谢 不客气 老师 看 就像你要求的那样 我画了一个圆圈 哇 你真的是个很厉害的学生呢 摸得好 OK 小姐们 Zoe也太美了吧 Zoe让我春心荡漾 我的爱情天使表情贴 去那边 如果她不想说话怎么办 我有个点子 我觉得我做不到也 她聊完了 对不起 哦耶 手臂不知道怎么抽筋了 你也喜欢写东西吗 哇 你还是 啊 我的书 想和我一起去食堂吗 难以置信终于到了考试日了 我好激动哦 而且有好多题哦 我做的练习都是为了她 我们快开始吧 我肯定能超快写完的 她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啊 鱼儿夜 什么 我的 你要写吗 谢谢 你开心就好 我可以保持这东西的平衡吗 谢谢 又是愚蠢的考试 正确答案我可都知道 当然需要一点额外的帮助 收到偷袋答案 交代是你最好的朋友 只用贴好它们 然后字写小一点 然后把它卷回去 很酷吧 快速看一眼 就是这么简单 论作弊 我肯定可以考A 嘿 他在做什么 差点忘了 老师 我做完了 我们来看看 聪明的感觉真好 很不错嘛 很不错嘛 你甚至答对了附加题 厉害 这是你我之间的小秘密哦 嗯 我最好给他打过去 嘿 是的 我在上课 所以没看到你的简讯 他的手机好好看哦 再近一点 我抢 啊 那小偷偷了我的手机 这是本周的第二个手机了 好烦哦 又要打开一只新手机了 哦 新手机总是那么闪呢 什么 它还有一只手机 我当然还有一部手机了 我可是有钱人 太夸张了吧 嗨 嘿 你好吗 哈哈哈 看来 我能拿到一部新手机了 不要悄悄地靠近 不被人看见 还好我是专业人士 哈哈哈 哟 这是我的手机了 咋子 这是什么 这是手机吗 什么 是的 这是手机 还给我 啊 好吧 给 这手机真是烂透了 哇 真的吗 谢谢 你真该考虑换手机了 其实 不如 给你一只我的 呃 谢谢喽 祝你生活愉快 哇 好善良的小偷哦 Zoe在这里 哦 我的天哪 真是杞人忧天 我该跟她说些什么吗 哪来那么多担心呢 我该用面包丢她吗 不要 不要怎么引起她的注意呢 你在等什么 我知道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David给我点了一杯冰红肠 是我最喜欢的饮料耶 嗨 你好 现在怎么办 爱情天使呢 David稍后会感谢我的 爱情天使 一分钟不管都不行耶 所以要走了 所以要走了 呃 晚上过得开心哦 脱的鞋 接住了 哇 你救了我的命耶 我陪你走到车那边吧 同学们好啊 啊 开始上课吧 看来我睡着了 测验时间到 不会吧 我昨晚都没复习耶 哎呀 我记不住这些了 叫你安静点Brain 抱歉 抱歉 可以借我看看吗 呃 快 想想看 小恶魔 老兄 测验要怎么办 没问题的 但是我该怎么办呢 贴上它吗 蛤 别担心 我有个好点子 嘿 看这个 哇 我瞎了 首先撕掉OK绷上的贴纸 然后贴上小纸 然后贴上小纸条 完美 现在把它贴到手背上 看起来不错吧 糟糕 可怜的老师被吓坏了 你们刚才在玩我吗 只要偷偷摸摸的 没人在看吧 没人在看吧 完美 星期五晚上写作业的感觉真好 有感觉到吗 就像房间在镇洞一样 我觉得它来自那边 世界末日终于来了吗 OK 肯定出了什么问题 那边怎么了 愚蠢的哄啪音乐 我受不了了 OK 这里好像没人 我就偷偷溜进去了 被抓住了 哦 原来是你哦 恶魔 嘿 我找到你了 看看我这里有什么 你想恶作剧吗 这里有一个白板 好主意 是时候把半个柳丁擦在整个白板上了 滚起来好香哦 完成 我整个白板上都擦了柳丁 糟糕 老师来了 柳丁还你 嘿 等着看我搞的恶作剧 好的 同学们 准备好 该听我讲课了 我的马克笔用不了了 也许我需要更用力一点 这不对劲呢 这马克笔是全新的 够了 这只红色的应该OK吧 啊 为什么这些笔都写不了了 他真的很努力的想让马克笔在白板上写字呢 哦 你觉得这很有趣 是吗 够了 考试 不好了 什么 考试 是啊 没错 我完全不需要白板 哦 天哪 然后 我告诉他 这不是捷豹 是法拉利了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 嗯 味道不错 OK 时机正好 快从口袋里拿出来 跪下 我给你买了这枚戒指 天哪 好美哦 请戴在我的手指上 好的 非常适合 我太喜欢了 也许你可以用一个吻来感激我 然后他说 他喜欢猫和狗 嘿 来为节日快乐干杯吧 干杯 好的 来吃点零食吧 这些洋葱拳好赞哦 嘿 等一等 我有个好主意 呃 在做什么 小姐 这是我给你的戒指 啊 我好喜欢哦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这位好先生 哇 非常合适呢 不如我们再多戴一些吧 看 我的手指戴了好多哦 哈哈 超多戒指的 亲亲 我当时想 你是要去还是要怎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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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是让我笑得像猪叫呢 哈哈哈哈哈哈 的确像猪叫呢 哈哈哈哈 是你吗 爱情天使 很有趣吧 哈哈哈哈 我笑的时候也会猪叫呢 我笑的时候也会猪叫呢 至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卡纸好棒哦 是时候动起手来了 等等 怎么会这样 噗嘶 可以借我一下吗 做梦吧你 那我要怎么办呢 嗯 这个为什么会在这里 哇 天使来帮我了 嘿 你看 我的剪刀坏了 嗯 真是太糟糕了 我知道了 这个东西如何 句子有点太夸张了吧 你不觉得吗 不行啦 随便你 那这个呢 它们有点重哦 齿 我要怎么用它们捡东西啊 我知道了 把它们像这样放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像剪刀一样剪东西了 看 真的可以用眼 快好了 现在完美的形状就剪出来了 不错 Bring 谁现在还需要剪刀呢 你好啊 Chloe 我熬夜学了一晚 先拿出要用的东西 有条理的学生才是优等生 妈妈也是这样说的 就快好了 她要那些做什么啊 认真的吗 完成 现在开始学习吧 随便啦 我今天带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 旧收据在这里哦 看来可以做些笔记 不过 这样应该不行 MAT 会带卷笔刀吗 问问看吧 我讨厌被无视 这样真的吗 它怎么回事啊 你疯了吗 干嘛啦 我需要卷笔刀 用我的铅笔啦 你人真好 哦 熊先生 你不用给我买钻石了 哦 看看我可爱的小天使 正抱着它的熊呢 我就是这么爱它 拿到零用钱 它肯定会开心的 亲亲 睡个好觉哦 哇 收集的好好哦 谢谢你熊先生 哦 我的零用钱到了 好喜欢拿到钱的感觉哦 最赞了 耶 完美 等不及要花掉它们了 新钞票好漂亮哦 我喜欢 太谢谢你了 妈妈 这些新钞票看得我好困哦 我总是看不厌Zoe的照片呢 好美哦 等等 Zoe这是在约会吗 而且对方不是我 怎么会这样 看到那个家伙了吗 他以为他是谁 他才配不上我的Zoe呢 这场约会现在必须终止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先请 计划如下 我们必须要出其不意地出场 赶快找有关此人的所有资料 让我看看 交给我吧 哦 好的 就快成功了 OK吗 爱情天使 没有比热巧克力更圣诞的东西了 有点太热了吧 有点太热了吧 快冷下来吧 好 好 圣诞老人 真的是你吗 哦 我不应该挥手的 热水杯造成的困扰 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 把空杯子翻过来 然后拿条超柔软的袜子 把它套在杯子上 现在把它翻过来 用剪刀剪掉多余的布料 没错 就是这样 把手的位置多剪一下 现在你的杯子就有件小毛衣了 哦哦哦 干杯 我怎么没想到呢 谢谢 还有一件事 你喜欢礼物吧 是给我的吗 谢谢你 圣诞老人 不行 我必须要给抱抱你 哦 不用谢了 我的任务完成了 来一点圣诞魔法 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女生 我的饮料终于凉了 哇 睡得真好 睡觉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部分了 还在吃饭之后 什么 不好了 今天有大考试 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会挂科的 嘿 我听说你今天有一场大考试 是的 太可怕了 嗯 那没什么好玩的 也许我可以帮忙 我知道了 这只口红可以帮到你 口红 这会有什么帮助 相信我肯定会很赞的 在这里画一条线 然后另一边也是 现在好好揉一揉 对就是那样 你看起来很完美 不过不要忘记好好演哦 天哪 我真的好不舒服 像那样吗 没错 你是天生的演员 拜拜 你啊 现在不应该去学校吗 哦 天哪 你看起来好糟啊 我感觉不太舒服 哦 这样不行 不不 你回到床上去 待在那里 你今天病得太重了 不能去上学 耶 成功了 是时候小睡一下了